万圣节 万圣节 全球人民的变妆狂欢 以及美妆博主教作业的时候 今天的作业呢 我们来玩点不一样的 咱们来扒拉一下 中国的鬼怪意志 来猜猜这是什么小妖怪 上回书没有说到 随唐之际 京城谣传 猫鬼杀人取材 害人无数 那一时间 他猫色变 满城风雨 人人自尾 今天的主角就是 来无影去无形的猫腰 为了预装 我还装装是定了一顶白发 这个是真发做的假发套 哇 好像我自己的发际线哦 理想很丰满啊 现实往往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 有没有很像美超风啊 勇敢巴巴 不怕困难 带上我36块包油的猫腕 再加上昨天晚上新鲜出了的小猫咪 哦 so sexy 嗯啊 我真的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好重啊 小陈老师在这里给大家补一个课外的姿词哦 太平广记中就有关于随带猫腰相关的一些记载 当时呢还有猫鬼大狱 专门关押那些猫里猫气的人类 精神受牵连的人家呢 多达千户 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凝重的氛围 其实猫鬼的形象与建立随朝的鲜卑民族 巫习文化紧密相连 同时呢 与皇权斗争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猫鬼文化还影响到了后来的唐代 所以在唐代的传说故事里 我们还经常能够看到一些猫猫鬼鬼的影子 哎猫妖传都有看过吧 哎 是叫猫妖传还是妖猫传 我搞不清了 怎么得一些这样子的 戒指 非常的土豪 今天这个妆真的是从早上化到了现在 从早上化到天黑 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 所以特地约了一个棚 想买了这个全身的妆造拍一拍 走了 一会儿见 来点电视 这么晚的这个妆 我怕下来的 为什么 我怕下来的一天 我怕我会被吓死了 哈哈哈 去摄影棚 拍摄影片 咕噢 这个妆 是说 我怕下来的 我怕下来的 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